哈喽大家好,我是登登,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年度总结 总结一下就是从我2020年,然后买了我这辆房车以后 在外面漂过花费的那些金额 去的哪些地方呢?收获了多少粉丝 然后就是拍摄赚钱到底够不够包住这些成本 退后,我要开始装币 首先我们聊一下,在我这一年跑的这些地方总共的花销的问题 我初恋算了一下,这一年总共发费大概有26万 这是个然后还有很多的零碎的,没有办法记录的 这里最踏头呢,就是我这个大白丸子了 因为这辆车是二手车,17年底的车子 然后这个裸车就是当时是18万嘛 回来呀,上保险呀,然后什么上牌呀,省车呀 乱七八糟那一系列的 还有就是我去宁波,住宿费呀,往返邮费呀,吃饭呀,乱七八糟 回来的时候,那时候高速是免费的嘛 乱七八糟其他加下来大概就是19万多 尤其是房车保险这一块,没有办法在网络上直接购买 买一份保险哦,当时是花了几千块钱啊,就是找认识的人 然后今年第一次长度旅行,我们先出发走成都 然后经过那个318抵达拉萨 然后又从那个青藏县到东华,然后最后走和西走完一圈 回来的话是几个月,总共里程8400多公里 我当时开的是那辆,就是粉丝赞助我那辆,因为可防车 路上的路费呀,油费呀,保养呀,维修呀,吃喝啥的 总共算大概也就在两万左右 第二次就是出发的话,也就是这次回来之前 然后从陕西出发到甘肃甘南那一圈 经过那个成都呀,眉山,峨眉山,前卫小回车 大凉山,昭爵,西昌,然后丽江,香格里拉,回丽江 然后到大理,然后下到北山,最后到成冲 呃,因为家里头一些事情,在腾冲直接中断旅行 然后一路赶回来,这一次旅行的话,大概里程呢 走里程就是有个8000多公里 然后历史呢,从9月初到现在 我当时算了一下,就是按五毛钱一公里就算 免费的话,然后就是个四千多去的时候 就会没有走高速,只有到就是从大理到腾冲那一段 走的是高速,但是返程的时候是因为家里有事 所以一路高速回来 嗯,这次旅行的话,就是我算了一下 大概也是在,再算个那啥两万吧 第二次就是我这次改装这个车辆 现在正在改装 按照我现在这个改装思路啊,保守不算 三到四吧,这个要看最终的落地情况 最后我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问我买的设备的 然后那我买的设备呢,就是入手的是二手的GoPro 就是狗漆 然后还有我的手机 嗯,再就是那个啥 买的一台就是二手的无人机 因为之前的机子炸机了嘛 以前的那个买掉,买的那个钱就不算进去 然后算下来就是这GoPro啊,还有手机啊,还有这无人机 这些都是二手的嘛 我说的话,是二十八万三 在粉丝最疯狂的时候,就是我在西藏的那段时间 然后那时候一天最多做一天能涨一万多粉丝 最高的一次日收入二,二,不是,两千七 然后后面呢,就是回归正常 啊,大家一定要问我,回归正常是多少 就是按平时计算,就是几百块钱的收入 然后也就是够我出去吃饭 然后我所花销的那些 嗯,现在呢,嗯,可能大部分人都很清楚嘛 然后没有什么收益,就是现在 然后一天就是百十来块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现在的收益啊 看 看到没,接触收益 和这个补贴,三十多 然后再看一个最近流量最高的七十万的那个 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钱 剩下这都是,嗯,几十块钱的,几十块钱 最高的最近的这个,给大家看 看到没 七十万的这个,才有六百块钱 看到没 就是,这也是我现在所面,就是现在所有自媒体所面临的问题 然后尤其是在外面旅行 然后尤其是在外面旅行 有的房车,其实你花销算下来啊 就是还是比较节省的 那你像那些,嗯,背包,坐车 然后,呃,就是住旅馆,在外面吃的话 那情况我觉得是更可想而知 不过最初我目的没有想着就是靠这个去赚钱怎么样 因为我在买房车之前,那时候,呃,拍过一段时间素肠 最后因为,就是很多可能有些原因,嗯,然后,放手 嗯,那时候育育症,后来,因为家里很多事情,育育症越发的严重了 我们家当时呢,就是很着急 嗯,那时候,就是联合马桶霞一起 然后,就是穿弄我 然后想办法让我,就是,都出去走一走 让我跟外界,陌生人都接触接触 然后不要让我自己封闭 然后,其实你们看到,就是,我现在啊,应该算是非常的开朗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有就是,跟别人沟通的这块,还是,还是比较差的 你们,就是在视频里头,你们看到那些,啊,我说话,流利啊,什么的 那些,其实有一些都是经过我剪辑掉的 因为,就算是剪辑过,习线的朋友也会发现 我总会在说话的过程中 然后,然后呀,然后呀,然后就是呀,就是呀,那啥那啥的 这个没办法 嗯,我个人原因 但是,我会慢慢不断努力,就是,调整自己 嗯,呃,加强学习嘛 总的来说,就是,在2021年 我还是会去出发,嗯,我喜欢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是,这种,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嗯,比较那个啥 嗯,我喜欢目前的这种方式 就是,哇,真的出来旅行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自己,就是心情,呃,就是更开朗啊,很多 让我就整个人跟以前就变得不一样 嗯,在这途中呢,我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然后见识了很多 然后,不管是眼界啊,还有知识方面的 然后也是,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啊,好了 花不多说,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新视频 因为嘛,不能动动 嗯,有些原因,后续还会告知大家 记得,点赞 妹妹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